钉子打穿了我的手指 疼得我死去活来 此时的我也是几乎晕厥过去 差点就要了我的老命 就连手也被感染和疼痛到发黑 医生看了我的手指都感到害怕 看着我的手指一下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从X片中也可以看出 钉子是从骨头中间穿过去的 如果硬生生将钉子拔出来 那我手指肯定会废掉 也肯定会把我疼到死去 再加上医生也不敢冒这个险 在医生考虑怎么办的同时 我早已承受不了钉子穿骨的疼痛 而我也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医生的身上 在几个医生的商讨下 跟我说建议把手指切掉 就算取出钉子这根手指也无法恢复正常 但缺少了手指对我来说太过于重要 我立马就拒绝了医生的建议 那就只能尝试把钉子拔出来 先给我的手喷点消毒药 防止细菌感染扩散 然后再用棉签擦点服消毒 因为我手指伤得太严重 医生也丝毫不敢马虎 要是造成二次受伤 就更加严重 然后再给我的手打麻药 防止拔出来的时候我受不了 当全部处理好后 医生拿出小钳子准备夹出来 由于骨头比较硬 想要取出钉子还是非常困难的 加上钉子又有防滑的效果 所以难度相对要更大 也让医生手心手背都捏了一把汗 医生夹住钉子转几下才松一点 在转的同时边往外拉 虽然现在我的手已经没有知觉 但光看着都很吓人 就连医生整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在医生的咬牙尖指下 终于将钉子取出 在场的几十个医生也松了一口气 钉子上也沾满了凝冻的血迹 看着就像生锈了一样 要是不及时取出后果将不开设想 手指里面也肯定还有很多余血 随后医生再用针放进去冲洗干净 不然后面肯定会感染后期浓包 但医生说这只手指可能废了 好了以后不能像正常一样活动 而我也只好接受这残酷的一切 如果换作是你 你是选择切掉还是拔出钉子的